连结奉公 忍受苦难 誓谢 头脑精明 暗中为汉士 阻隔南蛮各邦的威胁 博取汉士的青睐 实乃深谋远虑之举 火尽灰飞点亮夜色 董卓权倾朝野 奸卓世间 洛阳一片火海 诸灭烟焕后朝野混乱 汉士起于机心之上 然而 这动荡的火焰 同时也带来了希望 点燃了无数英雄的 壮志雄心 是要一统天下 终结这乱世 天下混乱不已 大汉王朝早已被腐败吞噬 黄金众人跨州联郡 高举大旗 忠于汉帝的将军们 立即作出回应 出兵镇压黄金军 虽获全盛 乱局如故 天下之祸 乃在其心 忠臣良将们 杀进宫中 斩杀石长士 清除天下祸元 混乱之中 董卓控制了皇帝 猛将吕布 常在其左右 天下无人敢与其为敌 董卓厚颜无耻 更有甚者直呼其为董贼 袁绍率诸侯组成联军 亦欲讨伐董卓存就天下 面对联军讨伐 面对联军讨伐 董卓西撤 回到长安雾堡 顺便将都城洛阳 移为平地 出平元年 公元一九零年 关东联军破灭 四方诸侯各寻时机 在大乱中余利 四海黄金 余波未平 仍在祈求皇天之势 伺机而动 如今可谓大事已 主公 您被任命为交纸郡太守 已三年有余 自您赴任以来 朝野上下愈发混乱不堪 但您必须守卫国土 不能坐视家国 被乱党的利爪所伤 玉林 高粱 与九珍的军阀 均有不沉之心 必须击溃他们的野心 您已经向天下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如今 您应当悉心看护您的领土 您的江域虽然辽阔 但南境之地仍须发展与治理 您祖子孙如有鸿湖之志 必成英主 得您实时教诲 可谓国家长盛不衰 住下坚实击石 令 如需对越境部落多加小心 大一些的部落中 不乏智慧的头人 或可用言语安抚 无需动用武力 但要小心边境附近的目录大王 他对一切事好一概拒之 无论前路如何 主公 请您牢记使命 您是陛下钦点之人 必当为南境带来和平